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卓婷 带你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基隆一间爆红的五招牌烤鸭 在经历搬迁之后 人气不减反增 许多老饕寻寻觅觅四处打听 就是要吃到这传说中的烤鸭舞吃 老板陈平良曾经到北京学习烤鸭功夫 坚持刚出炉的烤鸭才好吃 陈平良算准时间一分钟内一定要上桌 片皮 片肉 片皮肉 三种吃法形成特色 酥嫩又多汁 每到用餐时间 店内永远都是十一桌 做好做满 除了招牌烤鸭 搭配烤鱼干锅还有羊肉炉 更是绝无仅有的组合 老家在马祖的全平良 用马祖好汉的内敛热情 烤出极尽完美的烤鸭 征服人心 它的那个汤汁完美 它那个体验出 烤鸭很好吃 很Q的 烤鸭烤12年 客人说好吃就是 那就好了 宁静的外木山大五轮情人沙滩 偶尔晴 偶尔雨 没招牌的烤鸭店 不注意很容易就路过错过 从午后一直到傍晚 只见老板陈平良电话接得不停 都是客人打电话来预约 这传说中的神秘烤鸭 烤鸭店你好 抱歉 这次礼拜天已经满了 烤鸭店你好 不行 我们这里不能外带 烤鸭一定有 一桌一定会有一只烤鸭 在等待拍摄的空闲 循商的电话真的是响了又响 陈平良卖烤鸭 不预定吃不到 很有个性的他不做外带美菜单 但还是有一堆老鸭 甘愿大老远跑来 随着用餐时间一到 果然不夸张 十一桌瞬间坐满 陈平良烤起压来不停歇 让我们大开眼界 然后不然可以自己动出去吗 对 现在马上要出去要骗 在空间不是很大的动线里 镜头还是要紧追着刚出炉烤鸭的脚步 来 脏糖 真的每个部位 不一样吃它 对 这个吃一下原味 这个原味再来包 那这样的时候不要张太多了 它的外皮是蛮酥脆的 然后里面肉不会老也不会柴柴的这样 这鸭会让我觉得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吃法 很脆然后很好吃 推着刚出炉的烤鸭 现场展现片鸭技术 片皮 片肉 片皮肉 三种吃法形成特色 鸭皮沾糖吃得到皮酥脆的口感 鸭肉沾特制的绿色米酱 皮带肉则是吃原味 再包入春茧皮里 正宗北平烤鸭的吃法 滋味超有人 这个皮是不是也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是用圈卷皮 台湾元素的圈卷皮 它吃下来就不会有面粉的味道 所以它这个比较有一点台湾味 台湾来讲 一般都是以港式为主 但是正宗的北京的 好像目前好像很少 今天晚上超几只啊 十一只鸭 很累 非常累 因为一只鸭出去 要开始连续一直走 十一只是不能停的 不在市区平日的晚上能坐无虚席 实在也可以说是基隆海边的奇景 这里没有菜单 只卖烤鸭 烤鱼干锅 羊肉炉 一个人五百元 看人头多少来出菜 一桌越多人 吃到的菜色越多 从第一组的客人 一进门那一刻 陈平良就开始备站 精准拿捏烤鸭上桌时间 因为他的招牌烤鸭 一定要给客人吃热的 烤鸭的时候一定要带迷火 房间很流行用瓦斯烤 瓦斯烤的话 本身它就没有焦香味 只有用这种烫烤才有焦香味 鸭不能让它过熟 一过熟的这只鸭就爆销了 所以在片的过程中 一定速度要快 基本上五分钟一定要走一只鸭 所以说我们在走的过程中 一定要不停地 一定要赶速度 现场骗压之后 迅速把压身骨送进厨房处理 大的厂子做成另外两道佳肴 一鸭五吃的超高CP值 客人笑称就算再难预约 也值得等待 我们很早就订了 我们五月初就订了 我们是第二桌进来的 没想到已经客买了 其实它的烤鸭 特别就是五种吃华 就比别人不一样 红皮 肉 股头 都是一气各一 会对烤鸭如此专精 陈品良实在也下过苦功 骨香在马祖南竿 从小就举家来台湾生活 和许多人一样 他也曾在各行各业浮沉过 进入餐饮业之后 对烤鸭产生兴趣 为了钻研烤鸭学位 他甚至到烤鸭的故乡 北京去学习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吃了 二十几年了 然后就去到那边 朋友说去学个全聚的烤鸭 那刚好是那边有个熟人 然后介绍我进去 最难的位置就是 鸭的烤法跟火喉的掌控 火喉掌控不好的话 这个鸭就不好看 进鸭出鸭 直接上要捏捏得非常准 然后再来就是片鸭 片鸭是非常烫的 它的鸭皮的温度 都会超过到150度 刚开始的时候 它那个油的温度很高的 正常他们北京在教人的话 带土地要带3.6个月才可以成 那我们这种过去就是说 当然可能是比较特别关照 所以会学得比较快 到北京才半年的时间 陈萍良就把烤鸭的功夫学会 准备回台大展身手 果真在台北一开店就造成轰动 当时他的烤鸭店天天客满 只是没想到好景不长 没多久就遇上了鸭温 看到鸭温以后就没做了 鸭温那时候多残充 那时候鸭温啊 鸭子没人吃 卖一只赔一只 卖一只送一只都没人要 残赔了至少300万 陈萍良只好改卖韩国烤肉维持生计 但他自始至终 都没有放弃他的烤鸭梦 鸭温过去后 他开始另起炉灶 冲出江湖 果真魅力不减 反而更爆红 你有没有想过说 今天会到这样子的成功的地步 也不会啊 因为这只烤鸭本来就很好吃 你对他本来就有信心 对 我自己喜欢吃烤鸭 是因为喜欢才去学的 对… 自己的烤鸭肯定好吃 那外面烤鸭 你吃过以后 都不想吃外面的烤鸭 有没有吃烤鸭 你吃烤鸭的烤鸭 你吃烤鸭 你吃烤鸭的烤鸭 你吃烤鸭的烤鸭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有几只啊 80只 现在就开始清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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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哪里来的鸭 伊朗 那它是樱桃鸭吗 设的 樱桃鸭 对 严选2500克的温体压 散烂时要仔细清洗 尤其是内脏 一定要干净 我们这个鸭处理过程要三天 这个像型都很漂亮耶 对 这是碳鸭 碳鸭 这个叫三四 我们叫入口即化 所以说它是跟猪皮不一样 用麦芽水上色 宛如替烤鸭 穿上薄如透亮的玻璃妆 一只只浑原饱满的烤鸭 吊刮风干 陈明让对烤鸭的用心执着 从他每天待在厨房的时间就知道 即使不在火炉边烤鸭 他还是在忙着烤鸭的大小事 现在知道了 要怎么样去吸引客人 然后用不同的菜色 我们现在鸭子是北京的 烤鱼是重庆的 干锅是贵州的 然后我们的羊肉炉 正宗来讲应该算属于管西的 我让这边的韬客 基本上吃不到 然后在外面点不到的菜 因为我们平常吃鱼 大部分都是不是煎的就是蒸的 它用这种烤的方式 而且它里面的食材用的比较不一样 把北京烤鸭结合各系菜色 确实是颠覆了一般人的想象 陈明良告诉自己 只要东西有特色够好吃 他相信不用华丽的装画门面 或是一定要在便利的地点 都可以吸引老韬上门 忙里偷闲在采访的空档 面对店门外这个海湾 多少也是他向往生活的地方 马祖的地方都是靠海 觉得刚好又有个沙滩 所以说它的地理环境 跟马祖有点相似 所以蛮有那种回故乡的感觉 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上来 就是情绪服务很大 那你觉得你退休之后 会想要回到马祖 不会 因为马祖好山好水太无聊了 马祖人的幽默 即使相处时间不长也感受得到 休息片刻之后 陈品良再次穿起围裙 回到厨房继续烤鸭 因为今天晚上一样客满 我叫客人不要太想来 三个月来一次就好了 那就一定吃得到 对 尽量让大家都能吃得到 传说中的神秘烤鸭 整才实料得很动人 那是一种做好一件事情的坚持 客人自会闻香而来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明君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宜兰 郊西吃全台唯一的长条鱼羹 琉璃勾芡搭配黑鲨鱼的鱼浆 海味十足 黄金半熟鸭蛋的美味 更是不能错过 超夯快闪的汤鸭鸭 老板浪子回头 用汤鸭鸭改写人生 基隆砖食的美味叫做鱼腹锅 意识干锅料理手法 夺下了比赛冠军 好滋味的背后 充满对奶奶的思念 台中眷村面馆 老板娘大嗓门成了客人最爱 这几年不定点 快闪预购的饭售模式 越来越流行了 像这个是人气非常夯 现烤现卖这香的脆皮 汤鸭鸭就风靡全台 没有固定日期 也没有固定地点 几台货车全台湾跑透透 粉丝团只要一PO出预购文 千只的烤鸡马上就秒杀 网友都说 比演唱会门票还要难抢 老板是七十四年次的郑敬人 他曾经是大家连礼的啃老族 不爱读书 吸毒打架 混帮派样样都来 是什么原因让他浪子回头 有汤鸭改写人生呢 一起來看看 差不多 颜色上的差不多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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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天空飘着细雨 烤鸡王震惊人的快闪行程 却风雨无阻 烤鸡一出炉 立刻装和出货 满足机强碌碌的渴望 有些超级中粉 就像追星一样 全台跟着跑 从哪里来 我从宜蘭来的 宜蘭这么远 对啊 为什么会从宜蘭那么远 跑来追买 它其实就是很香 然后就很好吃 蛮难抢的 抢第一次抢没有到 就第二次抢到 号称比演唱会门票 还难抢的汤鸭 网路一开团就秒杀 如果不演名手快 只好到现场风风运气 我是提前两个小时来的 因为我在网路上面有看到 说他有公告九个名额 所以说我提前两个小时来 然后就被我抢到了 今天有买到烤鸡吗 有 买到了 但是现在又在排候补 真的吗 它的烤鸡真的很好吃吗 很好吃 我们先前也是尝试订过 吃过 然后觉得便宜又好吃 它的皮很酥脆 但是肉很juicy 所以排再久都要愿意 愿意 人称大人哥的镇静人做生意很有一套 两年前首创网路开团预购模式 走到哪儿就会刮起一阵旋风 不只名气响亮 号召力也很大 这一天快闪烤鸡团一行大约十四个人四台货车 一早从云林县林内乡直奔树林河滨露营区 在镇静人的指挥之下 40个大烤炉以及食材快速的下车就定位 今天下午一共要烤960只鸡 分两批出炉 为了准时把烤鸡交到客人的手中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我们到现场就是桶子的摆设 然后柜台的位置 看到设置在哪里 然后动线 对 让客人好出入这样 等下领机的时候不会有 比较不会卡卡这样 就像带兵打仗 大人哥的团队成员 彼此之间很有默契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就知道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 起开了 好 起开了 好 排反特别 要排紧自行 因为这样才会有空气 才会燃烧 像我们现在钓鸡这样 钓完之后 就是要把那个鸡的间隔距 都要瞧好 不能皮跟皮连在一起 不然这样烤出来 会白白的一片这样 卖相比较不好 有些人就是带过就好了 对 我做事情就是很坚持 眼前不到40岁的年轻小伙子 是来自云林林内乡的曾咖音 笑说自己不爱念书 满脑子天马行空 但他做起事来却很龟毛 从源头就很要求 我们现在清洗 就是主要把那个多余的油脂 还有它电台厂有些 比较没有处理干净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处理过的 我们主要选的是用黑鱼土鸡 因为它本身运动量比较够 那个肉质吃起来比较Q彩 重量我们选在2.5斤至3斤中间 我们都选用母的 没有再用弓的 因为母的烤起来 它的肉比较嫩 弓的比较喜欢打下 所以它那种肌肉量比较大 太硬 就像雪美一样 体型要浓鲜合肚 才能符合大人哥的标准 抹上盐巴 和独家调制的中药粉料 要腌制两天才能入味 里面有十几种中药 然后下去混搭 我这个是没有学过的 就是摸手 摸手出来 真的喔 那种刺的手 它一样的东西 但是比例不一样 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所以一样这些东西 然后下去一直刺 刺它的比例刺了很久 不过一开始 看到镇静人的时候 你很难把它跟麦烤鸡 联想在一起 国中毕业之后 他无心课业 而且正是雪气方刚的年纪 打架吸毒混帮派 交到坏朋友 也是亲友中的头痛人物 同样你不要再滴水了 你就是会滴水就好了 就觉得没有 喜欢融这个神兽 进去刺 刺的时候 爸爸有说什么吗 没有 我爸爸其实不会骂 不会骂我 不会念我 不太会 对 不太会骂 他从小到大 也没有骂过我 一生的刺青 是叛逆青春留下的印记 当时的他 找不到人生方向 曾跟着姐姐北上学美法 但因为做不习惯 还是回到老家 接下豆豉的腌制工作 直到爸爸过世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 背后一直默默支持的力量不在了 站进了一夕之间突然醒悟 也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 从前闲暇时 他会利用空地养鸡 因为对吃的有兴趣 常常找时间 烤鸡给周遭的朋友吃 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想要在门口摆桶子 卖烤鸡 但是我想说 好像也不错 因为 因为这个 他烤的鸡是好吃的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啊 我支持你啊 你想做是不是 我们就去做 他说刚好我公公过世 他可能想要有理论 自己的重心吧 对 然后他就 在门口开始了第一天 营业 自己养的鸡做烤的十只这样 于是正近人慢慢地摸索 经过无数次的改进跟研究 无心掐流的烤鸡生意 渐渐地做出成绩 曾经一起的同学玩伴 看到他做得有声有色 也决心一起打拼 没有 我们从小们 就一起长大 他上台北 也是一起上台北工作 他做这个行业 对地方的发展都很好 而且把林内整个推向 让台湾人都知道说 什么叫林内 另外他也不另一声 伸出双手 帮助曾经跟他一样 走偏的浪子 都没有什么在认真工作 都在浪流人 外面乱来 打打杀杀飙车 刚回来的时候 考到躺在上 躺在旁边 直接躺在地上 冲水 对 四十趟是要摆这样过 还是要直接摸自己 谢谢 找到方向 人生有了目标 又有太太跟好友 当后勤部队 震惊人的烤鸡团队 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自己 全排走透透 维摩也一次比一次盛大 你开始 来 你给我留一个信识跟电话 来 贵姓 邱先生 邱先生 可以 快搭了 煮了 快搭了 你烤一样 我们烤的过程就是要去防洞它 让每一寸肌肤都可以颜色均匀这样 烤的时候就是注意温度啊 看有没有翅膀有没有烤焦啊 因为脖子跟翅膀比较容易烤焦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段时间都要打开观察一下 大火战战兢兢不敢大意 神爬一不小心 就会影响到烤鸡的品质 过程当中还要不停地观察 平均一个人要顾三个炉子 相当考验临场反应和经验 现场应变像天气啊 风太大或者是下雨什么的 我们都要去克服 觉得就是怎么应对客人啊 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做餐厅的话 不会去应对到客人 然后现在你要 试着去解决客人的所有问题 一开始都不太会 对啊 站在旁边不知道做什么 一点点差错 就会拖累所有的行程 就被我骂 可能会被骂 接近出炉的时间 人群也渐渐地聚集 大家等的就是这一刻 好 吃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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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奔奔的汤阿贵一出炉 皮脆肉嫩 还带有独特的甘蔗熏香 让人口水直流 没有店面 靠着几台大货车 全台快闪 省下黄金店面的租金 全台死终粉丝不少 你之前有吃过吗 没有 没有吃过 整个大家都说好吃 非常难抢 不到三分钟就 八百多只就完瘦 你根本傻眼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强大 他走的时候 就我在脸书发文 我说 我一定会把他 留下来的资源好好利用 把他放大好几倍 然后现在就是有做到 自己很开心 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让他看到现在这样 很想要再跟他说一句话 我好像亲口说一句话 就 很想跟他说什么 就很想看 希望成为爸爸的骄傲 正经人还把这份爱推广出去 弥补心里的遗憾 好 可以 我们一定在做烘鸡 今天有用 我烘鸡 来给你吃 现在更高 穿更热 好了 你稍微吃 虽然人生的道路上 曾经走偏 但正经人用加倍的努力 勇于尝试 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也创造了奇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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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